大家好 欢迎来到山牧大师的频道 今天想介绍一本书给大家知道 就是生命的答案 水之道 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里面有大约70% 都是由水去构成的 那就是说我们终极一生 都是生活在水的状态里面 如果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我们的生命的答案 一定是要问一下水才知道 很久之前 水就被人感觉能医百病 这本书的作者叫江本胜博士 他经过八年的研究 不断地实现去证明 其实水是我们心里面的一块镜 我们的心念 情绪 言语 祈祷的声音 都足以会影响水分子的结晶 水是可以的确去感应我们每个人的感知感受 也都感应了整个集体意识所发出来的心波 他的实验也都非常具有科学性的 首先他会将不同的蒸馏水 放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之下 例如像现在的图图 右边的水听音乐 反正左边的水就不会听音乐 之后他会将这些水 滴入到一百个试剂瓶里面 将这一百个样本 放在冷藏室 寄冻两个钟 透过一个显微镜去看这个结晶的冰 之后再拍摄一些水的结晶体 他用了很多不同的实验 去证明这个水结晶的确是会受到我们的意念去影响 他第一个实验就是想让水听不同的音乐 左手边的图是听一些藏经的佛教音乐 而右边的那张就是听一些重金属的音乐 我们从古至今都流传很多不同的藏文 也认为这些藏文或者泛文具有一些心灵深处的言语 也有强力的精神复原疗效 所以刚本胜就将这些藏经音乐播出来 他试图去看看结晶体会变成什么样 大家都可以明确看到我们的藏经音乐的水结晶是非常美丽的 反之一些重金属的音乐就会有一种叫碎湿湿 或者不是太美的结晶体出现 第二个实验他建议被让水读一些字 究竟水又结晶体会是怎样的呢 当水的结晶体看到爱和感谢这些字体的时候 水的结晶体是非常漂亮的 反之如果讀到一些很噁心、很討厭的字 水的結晶體就會破爛不堪 而且非常難看 之後他就想了 究竟水接受一些電視的電磁波時 我將一些文字 好像較好的文字 愛、感謝這些字條貼在水中 究竟會否受到電磁波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 當貼到愛和感謝的時候 蒸漏水的結晶 維持得非常好 反之如果沒有貼任何文字的水 就會受到電磁波的破壞影響 之後他就想想 讓水看看漂亮的照片 又會變成怎樣 當讓水去看看 我們壯麗的大自然景色的時候 水的結晶體也非常漂亮 他就在想 水可否看電影 他就很自然 播了一套生命的紀錄片 一些關於大自然的紀錄片 他就發覺 雖然這些水是沒有貼愛 感謝的字 但水很自然 亦都因為看了這段紀錄片 而變得非常漂亮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結晶 之後他進行了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他很想知道水 究竟與我們的念力有關 當時發生一個神戶的地震 那本先生不法其上 在神戶附近 拿了這些自然水 他的實驗報告是這麼說的 當神戶大地震第三天的時候 水的結晶體 就好像地震之後 人類的恐懼、慌亂 而令到這些結晶體 產生一些破壞 反之 當神戶大地震過了三個月之後 很多不同的人 開始去接濟祝福祈禱神戶的人之後 這些水的結晶體 亦都很自然 吻含著關懷、祝願 這些水的結晶 之後他在1997年2月2日下午2點 在自己的辦公室上面 放了一杯水 他召集了世界各地500個人 同一時間去想 這個人的水會變得乾淨 多謝 這個人的水會變得乾淨 多謝 不停去唸 他發覺水的結晶體 的確是會由很混濁 變成非常美 因為水的結晶 接受了500個人外的訊息 祝福 原來 我們的心念的力量 是可以能夠超越空間和距離的 我想大家 只要在YouTube片 或者網上去看一看 人的意念是可以改變食物的質素 做這些實驗 都不難發現 只要我們去說一些 多謝感恩的說話的時候 飯就會變得英俊 沒那麼容易壞 相反 如果你不停去對食物 說一些不好的說話的時候 這些食物就很快就變黑 以及發臭 最後 江本聖博士 其實不是一個佛教徒 但基於他研究了這些水的實驗之後 他在書中領悟到四句句子 世界微塵 陰心成體 為心所現 為色所變 意思是說 大致世界 小致微塵 都可以隨著我們的心性去改變 我們的起心的動念 而產生一些波動 繼而改變周遭的世界 我們也都知道 水能在周 亦能覆周 我們一切的想法 都由心上身 竟從心轉 我們的地球裏面 大部分有70% 都是被水覆蓋 這些水 可以完全去接收 我們人類的善念 和惡念的信息 江本聖是一個東京的人 他測試了東京的河川水 不同的治來水 都發覺水的結晶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那其實意味著什麼呢 人類如果希望世界更加美好 其實他們追求的 又是什麼呢 是更加多的物質金錢 還是應該發出一些良善的訊息呢 原來我們的人 所發出的念 縱使你沒有做一些行為都好 都是會嚴重去影響我們地球的生態 一念之間可生幸福 也可生傷害 這個道理 水的結晶體已經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那麼我們往後的人生 生活 是否應該要謹慎去行 謹慎去做每一個行為呢 原來我們過往不停去污染地球 水都溺溺在木 開始想跟我們說 原來它是知道人類在破壞我們的地球的 既然這些實驗 終於令到我們知道心念的影響 是可以這麼巨大 我們是否應該好好去留心 我們自己的思想 我們的言語 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習慣 我們的性格 繼而 可以決定我們自己的命運呢 剛本性 最後想跟大家說的是 為什麼生命的本質 水會知道呢 他覺得 如果你現在 陷入一個低潮 覺得生活 是很疲倦 沒有意義的時候 或者受到 外來一些傷害的時候 他說不妨 你接近一下水吧 水 是會帶領我們去另一個世界 去洗滴我們的心力 令我們去回原來的清澈 讓我們知道原來水是活著 原來你身體裡面的水 是充滿著對流動的希望 你就會發現 人生不管在哪個位置都好 都只是一個過程 只要你誤到這個道理 不再拘離 或者執著於這件事上面 其實 你就可以好像水一樣 由一個狀態 變成另一個狀態 這個 就是為什麼 生命的答案 水知道了 反應 好 噁射 水 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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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